气质大师曹严厉开局就弃马 还能让特级大师蒋川投资认输 尤其是最后的杀招 妙不可言 让人大开眼界 可以说呢 是达到了下棋水平的最高平线 这一趴棋啊 也是气质大师曹严厉 下的最精彩的一趴棋 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欣赏 红防遇灭神佛啊 开局呢 先人之路 曹严厉大师对挺其足 红防尸脚炮 黑防架中炮 红防跟着架中炮 黑防毫不示弱 打中兵一架 那么前边四个回合 双防的火腰味呢 非常浓 那接下来黑防再次炮正中路 中路的攻势非常猛 红防上正马 黑防则退炮 那么接下来红防再上一阵马 黑防跟着上马 将来可以出局 红防抢先出去 那黑防出直居不成几个横举 红防上马排河 黑防上一阵马 那红防禁去过河道 足灵 那黑防上马 防止红防压马 上马之后威胁红马 红防也毫不示弱 吃掉中族 那假如红防 这个黑防吃掉红马 那红防平局吃掉黑马 这里呢 还威胁黑炮 第二的话 红防布局成功 比较满意 那么实战 黑防置之不理 他些 共足渡河 等于是弃马攻杀 但是呢 吃着红蛆 红防 雷不及吃马 实战呢 选择退马 别住马腿 那走到这里之后 黑防呢 平局挑战来到 提前给马升更 假如这个戏 黑防共足吃兵 那么红防 几有可能平局 去吃黑马 那这个戏 假如说 黑防飞下吃红马 红防吃黑马 黑防吃掉红马 那么红防 几有可能 先吃一下黑防的炮 你这炮躲开之后 把笑一看 这里呢 还有可能上 啊 比如说 黑防 吃掉红马 那么红防 吃掉黑炮 这个戏呢 还是红防 比较有利 那咱们看实战 当然实战 黑防 算度非常清楚 他 没有拱足吃兵 而是歇平局战略 提前给马升更 红防拱兵吃足 黑防 巧歇出局 红防 平局吃足 压马 下一步戏呢 就有吃马的起 那走到这里 黑防 弃马攻杀 直接进鞠 点住了 兵灵线 等红防 吃马之后 黑防飞下 下一步戏呢 有吃红马的起 那红防 上马吃足 黑防 上市防守 那红防 不敢吃相 假如说你吃相 黑防 这马跳上来 啊 这个起呢 再把鞠 塞到下路 可以说呢 黑防攻势非常猛 红防 确实不好下 啊 那咱们再看这个 实战 实战 红防 退局 齐合 教练呢 可以平局中路 那黑防 退炮 不给红防 平局吃炮的机会 那红防 净炮 别马腿 也是防止黑防 教练走出 马六近四 这一步起 当然这个起呢 黑防 走出了退马 那么下一步起啊 有吃马的起 但是红防 这个炮呢 打不出去 实战呢 准备歇齐后去 再次呢 炮正中路 当然这个起 假如黑防 去吃炮的话 那红防 下掉 那么教练 还是红防 完全控盘 红防 大战优势 那么实战 黑防 是平炮 达嘛 那么红防 把下一时 等于掀起后去 那么下一步起啊 这里还有吃炮的起 黑防呢 就进鞠 保炮 那红防 强行吃炮 把鞠呢 引到中路 然后退炮 用下保炮 黑防的鞠呢 现在也不好动 不能 横着走 那黑防 先吃个兵 红防 飞下 骑马 黑防 平局 卡住下落 红防 退局 打算吃黑局 那黑防 这里呢 明显 不能选择落下 那否则 红防 可以退去 将来呢 再选择平局 总之呢 这个起啊 可以说 使红防 比较好下 那么当时 黑防呢 进局 齐合 提前呢 给马 升更 当然 走到这里啊 可以说 红防 布局 成功 大战 优势 正招呢 应该是平局 去吃下 下一杯 呢 可以吃炮 你如果说炮阵 中路 那么他给你 打掉 你退局 一吃 那么他可以 进局 提前给马 升更 这样走下去啊 红防呢 是有多兵的 优势 那咱们再开这个 实战中的揉法 当然有些起 就说 这个起 进炮 打个下呢 你如果说打下 红防 打掉 你进局 吃双 他就进局 宝马 你吃炮的话 那么他平局 要对 这个起 你如果说 鞠改了一K 中路 他进局 一家 形成绝赏 弄不好 也只能说 对掉 将来红防 下掉 下一杯 还有吃马的起 你吃马 他就像 你如果说吃像 他就退局 第二一雷 红防 是有多兵的优势 还是红防呢 占有优势 那么当时 咱们看一下 这个实战中的招法 当然实战 黑防 这个进局之后 红防 并没有吃像 错失了机 而是呢 直接选择平局 要吃黑马 那黑防 出将之后 红防 进局 那么接下来 黑防 再来一招 平炮 叫杀 对不起呢 狱只能退回防守 然后黑防 把别兵 一吃 这狱不能 晒离直说 否则 打底下 绝赏 无奈之下 只好再躲狱 黑防 平局在抓 红防 躲开之后 那黑防 再把马退回 对于中路啊 下后一层防守 主要呢 是超通了 居路 那红防 此时选择落下 黑防 平局 吃兵 下一步 打下 绝赏 实在红防 飞下 这是本排 棋里边的 惊贴大路 也是导致 红防 输棋的 最关键的一手棋 那么赛后 吹姐发现 此时 作为红防 来说 正招 应该是平炮 那假如 黑防 打下 将 红防 把炮 一吃 黑发把鞠一吃 红防 可以马炮 合脚 黑发 假如 竞将 红防 炮正 中路 这个棋呢 红防 也是完全 可战 面对 这一步棋 黑发 比如说 退居 去防守 红防 可以上马 下一步棋呢 竞马 登下 这下一 等下一步棋啊 在城地 居 绝赏 你平局 去顶马 那么他退居 随时吃马 你这里如果说 平局去保马 红防 进破 打马 将 这个棋 总之 红防是完全可战 如果退居保 那红防 平局大类 将里 乔行 进马 这个棋呢 也是一个红防 完全可战 甚至占优的 一种局面 黑发 是不好下的 那咱们再看 这个实战 当然还有其他变化 就是说这个棋 黑发 打下 红防 吃炮 黑发 吃狙 红防 上马 那假如 黑发这里 递个狙呢 那红防 可以上马 叫 这个棋呢 用的是 炮 叫 现在呢 还有 吃马的棋 假如这里 你选择 平狙 那咱们发现 红防 上马 登下 这个棋啊 就不得了了 叫这红防 几乎是 圣定的局面 弄不好啊 只能说弃鞠 去砍炮 如果不砍炮 躲马呢 红防 可以把下吃掉 下一步 下 还是绝赏 你进降 他就炮正中路 将 你这里 如果说上马 或者电虚 他都是绝赏 这个棋呢 不能再出 如果落势呢 红防 退马 叫 总之黑法 很难顶得住 这就是平局的变化 那如果选择退马呢 红防 上马 用炮降 你如果说 进降呢 他就选择炮正中路 继续降 那这一步棋 比如说你选择上市 那么他退马 继续降 选择啊 这个上市之后 退马 再降 炮正中路 那么他 强行选择进马 这棋走下去呢 成了塞打二 也是红防 完全可债的局面 所以说这个棋啊 正中呢 还是应该选择平炮 但实战的红防 选择飞向 正是这一手棋 给了黑方 很好的机会 那么黑方上马之后啊 四字列弓 下一步棋的卧槽马 一将这局有丢 但是红防 不能禁局 防守不住 他强行进马 无内之下 只好选择平炮 那黑方 这个局正中路 然后红防退局 打算吃黑炮 那黑方 强行进马将 红防只好出帅 黑方呢 在平局 继续叫杀 假如红防 改吃马 黑方 禁局一步撑杀 那红防 无内之下 只好气象 黑发 上马将 那现在呢 是用举角 只能选择竞算 黑发把下一吃 红防 把炮一吃 那黑发 一招退局 走到这里之后啊 玉面神佛 特级大师 脚串呢 耍溃 投资 用输了 为啥呢 因为这个气啊 防守不住 比如说你随便 走一步棋 这个气比如说 啊 落个像 那么他直接 气聚一脚 因为这个气呢 老家啊 出不来 失落不下来 只能用马吃 叫你他退马一脚啊 形成绝杀 这也是为什么 走到这里之后 黑方 没有选择吃马 而是直接退居 守住中路啊 这才是获胜的关键 那么这一排气啊 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下一节视频会更加精彩 再见